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了解当空间中有带电体存在的时候呢 它整个空间就会变成一个电场 而这个电场呢 它会对其他的带电体呢 产生作用力 我们过去呢 曾经介绍过电荷的定义 就是当两个带电体相对之间的距离呢 远大于带电体本身的dimension 这个dimension是它的一度空间的长度 比如说这个带电体可能是一个圆球体 那所以这个dimension呢 就可以把它解释成它的半径 那这个带电体呢 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 视同它是一个电荷 那两个电荷之间呢 就会产生一个作用力 那库仑呢 它是在讨论这个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的一个关系 它们这个关系呢 出现三种情形 所以整个库仑定义来讲呢 它的内容包含有三个很重要的地方 第一点 它提到就是说这个作用力的方向呢 因为我们知道力的三大要素 大小方向跟着力点 那这个相互之间都会产生作用力 而这个作用力的方向呢 就是沿着这个点的沿线上面 因为电荷它既然是个点 那我们把这个点呢 我们知道两点可以形成一条直线 它这个作用力呢 一定是在这个两点形成的直线的上面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它提到就是说 相互的作用力呢 它是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但是不会互相抵消 因为呢 它是作用在不同的电荷上面 那第三点呢 就谈到作用力的大小的关系 库仑他发现到这个作用力的大小呢 跟他们的带电量有关系 这个电荷带的电量越多的时候呢 他们之间的作用力就会越大 那跟距离的平方呢 有一个反比的关系 靠着越近的时候呢 这个作用力呢 当然就会越大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图力 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图形呢 来解释库仑定律 它现在 第一个图形是 它是两个正电荷 所以他们之间产生的是一个排斥力 那这个力的方向呢 就是在这个两个点 两个点的这个连线的上面 所以而且呢 他们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力是大小相同呢 方向相反 所以它是一个排斥力 那如果两个都是在负电的话 也是排斥力 但是如果是一个正电的话 一个是负电的话呢 他们之间的作用力是一个引力 好 那我们来看他们的大小关系 你从这个大小关系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那因为力呢 它是一个向量 那我们知道向量的量值呢 它没有负的 所以我们在电量上面 都加一个绝对值 因为带负电的话 电量是负的 但是加了绝对值就没有问题了 你可以发现相互之间的作用力呢 它的大小是相同的 好 但是方向呢 是相反的 但是不会互相抵消 因为它不是作用在同一个电荷上面 那这个 它这个作用力呢 会跟电量的乘积乘正比 就是说如果这个电荷带的电量越大的时候 它的作用力呢 就会越大 那跟距离的平方呢 是乘反比 靠得越近的话 作用力就会越大 那中间有个常数 这个常数呢 就是库仑常数 它的量值是9乘以10的9次方 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假设 有两个电荷 它们的带电量都是Q 那相隔呢 是R公尺 那现在把它们的距离呢 缩短成原来的三分之一 那我们知道距离缩短的话 因为它的带电量并没有改变 那距离缩短的话 作用力就会越大 那因为这个作用力呢 跟距离的平方是成反比 所以如果距离是原来的三分之一的话 那个作用力呢 就会增加成原来的9倍 因为三分之一的平方呢 是九分之一 那九分之一变成 把那个分母呢 把那个9移上去以后 就变成原来的9倍 好 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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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